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哦 全都回动了 我回动了不是什么 这海胆也是有够奇葩 它满身的刺 每一根刺都会动哦 而且据说它生长黄金如果好的话 最长可以活到200年 比我年龄还要大 剪开看一下 这海胆其实味道蛮好的 刚拿回来一开箱的时候 感觉它是有那种清香 就好像是大太阳电 然后又下过雨 然后那个土里面散发出来那种清晰 里面好多黑黑的东西 看着好恶心 应该是它的内脏吧 把它取出来 先把这个水倒掉好了 里面黑色的纸好多 怎么清理 真的有好多 再剪一个试一下 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啊 跟我看见的完全不一样啊 我们先全部打开吧 取一点点黄出来 因为他们说是生吃的嘛 哇塞 好咸哦 不用加任何盐 它就是 很有味道的那种 听好吃我就觉得 真的还可以 就是这里面太长了 真的要好好清理一下 它很咸 就代表它有味道 有一点点心 不过还是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因为我是比较讨厌行为的人 但是我觉得它那种鲜香味 已经能够抵御掉它的那种 心错味 不行我好想再尝一下 好大一坨 海蛋糕 哇塞 它怎么还在动 它还在动 然后我却在吃它 啊 对不起 味道真的很鲜香 很香甜 又是很咸 真的很鲜美 它这个糕就像是那个蟹黄一样 而且是那种软绵绵的蟹黄 可是那种硬头头的 而且很冰 甚至就像那种冰淇淋 真的特别爽 但是吃完之后 又会回味出一点点那种腥味 但据说这个海胆刚刚捞上来生吃 两个小时之后再吃 味道都是略有不同 何况我这个从买家寄过来 可能已经大概过了一天多 要要这个黄色的 要黄色的直接吃 特别咸 特别咸 鲜 鲜 鲜还是鲜 又又鲜又鲜 真的吃鼻涕 好吃的啊 放我直接拿去厨房洗 啊洗完回来了 真的你们真的不要相信 网上那些图片 我是不知道 我为什么弄出来是这个样子 一点质感都没有啊 要不要打两个鸡蛋 好了 现在我家夹鸡蛋了 好像再尝一口 就是这个黄黄的膏 哇 这也太幸福了吧 它这个味道真是 变化多端 我吃了三口 我觉得三口味道都不同 我一返回上来 一股油漆味 好难受 这种金属味 再吃这个比较 看这比较鲜嫩 这个好绵哦 我真的每吃一口 就是不同的味道 非常非常黏 就像那个辣豆 会拉丝的那种黏 哇 这也太神奇了吧 每一个海胆的味道都不一样了 但是我觉得我只有吃到 第二口那个味道是最好 又不鲜 然后很鲜美 哇 这绝对是米其林心急的口感 我们夹鸡蛋 也不可能坏啊 这海胆现在还会动啊 我的天哪 怪不得它能活200年 里面都掏空了 还能动 OK 海胆整蛋 蛋和糕混合在一起 起飞了起飞了 滑滑嫩的鸡蛋 配上这个海胆糕以后 更加的鲜香甜美 我还是觉得生吃好吃 就是我生吃的第二口 那个味道久久不能忘怀 我是从来不会吃生食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很好吃 生出来之后 这每个海胆的味道也不一样 就像刚刚吃的这个 就好像是刚刚吃的那个很绵 就像辣豆那样粘度的那个 好像这个味道就会比这个好 这个就会有更鲜美的感觉 这个海胆整蛋 吃着就是那种咸香咸香的味道 润滑的鸡蛋 黏黏的海胆糕 就会使这个鸡蛋更有风味 就像吃海鲜粥的那种感觉 但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海胆真的是 刚刚生吃的时候会比较好吃 真的很有风味 就有机会了 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最新鲜的海胆 那个口味一定是顶级的 OK那么今天的视频 差不多了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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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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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mystic 载快仔 不是 , 在这里 很软